心想事成的感觉真是太棒了 朋友家要拆除他的院子里的旧的滑梯和鞦韆 结果剩的材料表面要丢掉 后来朋友说 你不是在视频里分享过 你的院子需要一些花架吗 那咱们一起做吧 真是太感恩了 真的是太开心了 好吃好喝之后还有这么好的东西 然后朋友说 我来帮你示范一下吧 看看 这个汉地屋门真的是太强了 这是我景仰知情如滔滔浇水 别别不绝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操纵这些机器 但是朋友应该让他特别的熟练 从小就爱弄这玩意儿 真是 哎呀 真是太开心了 有他的帮助 我们的视频经理 这个花架进展得很好 然后老王呢 也是因为老王就说 我们在家 我在家不是不干 是没有设备 没有地方 这里又有地方 又有设备 然后还有师傅指导 这个事就是这么干了 等一下来给大家再分享一下 这个过程 截取一些片段 跟大家分享 看来我的小院子的花架的梦想很快就可以实现了 看看对比一下 我大概先比一下 就是一点点往后面切 不着急搞 这边是35了 35这边就可以弄 要不就算这个2035这么来翻 看能不能吹出来 然后那个 是不是浏览量要多很多吧 哈哈哈哈 这还可以锯住这个方便 那是啊 你真真要手工锯 忘了得就锯到什么时候去 欣赏这个工具在这 所以以前干不了 主要是工具不行 哈哈哈哈 是吧 就是对 就是老王过把瘾 哈哈哈 你看这样子就稳了吗 你说好像在上面打了吗 所以吗 就你是不是绝对对成了 再对着了 还要搞一个吗 因为这一块绑就够了吗 这个都全部弄完了 看看这里 可以 老王的第一个木工作品 诞生 大家觉得怎么样 后来在边干活边聊天当中 朋友告诉我 他从小就喜欢倒腾这些机械呀 这些木工呀 喜欢动手做这些东西 然后他也说 他小时候修电风扇呀 收音机呀 然后呢也喜欢盖木匠火 喜欢组装家具 哇天 我觉得他这一部分这个技能 简直是我 是我真的是太太太缺乏的 哎呀 这人比人 这不能比 跟他差太远 然后他就他也跟他先生说 他说他最大的梦想 就是把他们家的那个车库哈 做他的木工的房子 真的不要看 啊真是 然后呢 现在因为我们要因力质疑哈 就是因材质疑吧 要选一些现有的材料 看看能不能能够尽大可 尽最大可能利用现有的材料 同时呢 也能尽可能的多做一些东西哈 所以现在就这块板子 又让我们琢磨了半天哈 他这个 原来的扭的那个钉子哈 攀爬的那个钉子 拆不掉 在这倒腾半天 好了 现在老王想出办法了 就把那个 整块木板就把它卸掉了哈 现在就是 又是一个架子 就快要 又出新了 非常期待哈 因为他这些板子也比较多 我们还想要更多的利用一些 现有的材料 所以呢 后续 而且这些东西还要再清洗 再打磨哈 然后还要涂一些防腐的这个油漆 所以呢 后续还会有 其他的分享哈 到时候我再跟大家做分享 再汇报哈 看看老王的手艺怎么样 有时候真的是觉得 心想事成哈 真的是也需要天时地利 人和哈 才行 正好有这样的机遇 有这样的机会 能让我的小花园里面 能够增加一些装备 真的是太开心了 又有朋友这么细心耐心的帮助哈 然后现在呢 是在清洗这个 用高压水枪哈 清洗这个木板 把那些旧的那些涂料 和那些 应该是煤哈 把它给除掉 只是我自己不太会用哈 弄得不太好 没有他先生 之前帮我们清理的那个架子哈 清理的好 可以看到 边上的那个架子呢 就是他先生帮我们清理的 干净很多 好 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就在这里哈 非常开心 有朋友的帮助 非常开心 哎呀 真的有的时候就是 被人惦念哈 被人惦记 被你的需求 被人想着 我觉得这是一件 非常幸福的事情 好 那今天视频在这里 祝大家也开心 心想事成 再见咯